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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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用同不同來分類的 反而我覺得 如果它在生物學結構的成分比較簡單的東西 其實是值得吃多一點 還有它在後天的加工越少的東西 其實反而是值得吃多一點的 很多時候你會發覺現在 你說養食生畜 加禽好 加速好 餵飼料谷肥 有些甚至乎是用激素來谷大 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然你說養魚也有這樣的問題 養魚一定有 你現在有很多隻 你小心一些沙波龍鎮 沙波龍鎮就要小心 養的魚抗生素的問題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能夠吃到真是海的魚 而且又不要這麼大條那些 反而它的毒素會少 但是營養價值高 為什麼剛才我們說的就是 為什麼不要吃一些身體接近的 就是我們身體結構的 因為那個病毒和細菌 如果它可以在那個地方生存 它很容易會跳到去理人類那個地方 豬和人的結構其實很接近的 你聽譬如豬流感變成人流感 是不是? 然後禽流感變成人流感 當然啦 最近有些是防不勝防的 蝙蝠的病毒變成人的病毒 是不是? 這個在我們對上的大瘟疫那裡 我們知道有這樣的事情 其實是這樣的 只要那個人的生境 和那個動物的生境混合起來的時候 那個交叉感染給它一路去嘗試 去交叉感染的機會就會增加了 所以這個吃魚就變成了 可以是比較健康一點 但是我們也有一個很大的疑慮 就是現在人類的吃法 會不會吃完那些魚呢? 你就很難吃完所有的魚的 但是對於很多我們近海的魚 你會發覺貴了很多 其實這一節最主要是問一個問題的 科學地去探討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世界如果沒有了魚 會怎麼辦呢? 第一件事就是說我們沒得吃 是不是? 但是其實魚呢 這件事 現在你說很多的漁民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在一些遠洋那裡去捕魚的了 但是始終就是 現在你那個遠洋捕魚活動 如果它不是說 瘋狂到那個地步 是整個海一次那些東西撈走了的時候呢 我們就希望就是說 當你每次拿走完一些魚之後 那個自然的恢復能力就可以馬上去補充 那於是乎 你叫做在一個海裡拿東西呢 都還叫做不要拿得那麼瘋狂 不要拿得那麼快的時候呢 都可以生生不息這樣去繼續去拿 但是呢 我們也知道的 人類不止一次是這樣 就是很多時候過度開採這個自然資源的時候呢 就往往令到造成一些不可逆轉的改變 譬如有些東西是吃光了 沒了 這個在我們人類文明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的 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在那些澳洲、紐西蘭那邊的一些比較大型的孔鳥 就是一些比較那些 你當就是比起火雞再大隻一些的那些這樣的禽鳥 它又大隻 又走得慢 但是又很好用 所以一有人類來到的時候就很容易抓了它來吃 吃到絕種了 絕種到的一個地步就是我們近這百多年已經沒有再見到了 真的被人類吃光了 那是試過這樣發生 也都還原不回來了 那魚就相對比較的機會是小一點 那因為魚它是整個海 它很容易去了一些人類去不了的地方那裡 尤其是在一個海洋裡面那裡 那所以它是會繼續生存在那裡 但是我們都會純粹想一件事就是說 魚它如果當不是生存來為了給人吃 它對於大自然自己有沒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呢? 那其實是有的 我這樣很肯定 就是現在那個 每一樣東西存在如果在生態裡面 它維持了那麼久 一定有它在生態那個圈裡面的角色的嘛 但是剛才你說的鮑魚那裡 因為現在的鮑魚那裡很先進 是用到GPS的了 其實如果要抓一些魚就不能走的 就是剩下那些比較深海的那些魚 但是人類的興趣很大的嘛 當你吃了麵包的時候 你再去撈那些深的魚嘛 是 所以我們可以再切上一件事就是 如果真的沒有了魚的時候呢 整個生態 海洋生態有什麼具體的改變 這裡其實有比較多一些 重要一些海洋的自然理論可以解釋的 我們看到沒有了魚的 其他生物就會多一些 其實不止的 就是我這裡又要解釋 就是魚在整個海洋生態的重要角色 我們其實有提過 以前在某一些集數有提過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說海洋是幫我們去把地球上面的碳吸收的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物件來的 我們就知道你種植物 那植物會光合作用 吸了二氧化碳 它變成它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於是有一些原本是大氣的碳 就變成植物身體上的碳 接著植物膚死了 躲在地上那些也是 原本是氣體的碳 就變成了地面上面 甚至地底裡面固體的碳 但是我會說這個過程 不是最重要的過程 它是其中之一個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那個 因為植物自己本身 它都會有呼吸作用的 它都會吸氧氣排出二氧化碳 在晚上的時候 真真正正能夠幫到我們 將地面上面氣體的碳 變成為埋了到海底的 就是海洋自己本身 那魚裡面就是有這個角色的了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魚自己本身 是一件有機的生命體 它是需要很多碳、淡、氫、氧、氧 這些元素 來去組成它的身體 凡是有機化合物裡面 需要用到的元素 它都會需要 所以你會見越來越多魚 或者一條魚生得越來越大條 也都代表著其實多了碳在海洋的層面 那裡 而那些魚拿的碳 它不是由海底拿上來的 當然有些魚就是住得比較近水面 有些就是中間 再有些我們也聽過深海魚 當然也會有些魚是完全貼著地底 這樣去生存 也有 相對比較少 每一層級的魚是很有趣的 大魚是吃小魚 那現在台長你那裡也展示了一個圖出來 就是其實魚他們自己其實都是互相吃來吃 它有一個食物網在那裡 有一個被暴獵者與被暴獵者的關係在那裡 還會加一件事就是海底魚吃海面魚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那些海面的魚死了之後沉底 變成下面那層的魚的食物 或者不一定是吃了那個魚的身體 下面的魚會吃上面的魚鱷出來的屎 基本上海洋比較深層的生物 是魚好不是魚好呢? 通常都是需要依賴由上面跌下來的東西 上面跌下來的屍體 上面跌下來的排泄物 這樣一直這樣下來的 所以魚本身不小心在整個生命周期裡面 它就扮演了這種 將上層的碳搬到下層的碳的作用那裡 那它自己又有什麼本事去拿上層的碳出來呢? 那譬如說大魚吃小魚 那再小的魚是吃什麼呢? 吃浮油 有些甚至乎吃海藻 海藻就是那個最基本進行光合作用 去將大氣上面的碳拿下來 成為自己身體的一個重要的單元 所以就是一個大魚吃小魚小魚吃細菌 這些這樣的過程裡面 原來就是很有效地就將在水面以上大氣裡面的碳 就拿了下來 而且將它一下就收到越來越深海那裡 也都不會再彈上來的一種這樣的過程來的 所以就會說如果你說地球上面沒有了魚 你可以想到就是說 在一個整個大海很重要的過程裡面 就會沒有了很多這些幫我把碳 從上層拿下來下層的部分 就是我會說整個大氣那個碳循環海洋的 那個吸炭能力就會大大削弱的 所以這個純粹是說 如果你說要我想地球上面沒有了魚 那我很難想像 但是現在有時候偶爾都看到 這陣子沒有什麼魚吃 休餘期 然後就算在休餘期之前 那些魚越來越貴 我不知道台長你有沒有印象 由你小時候到現在有哪種魚是貴了很多的 紅三魚都是很簡單的 是的 不成比例的貴的 我們以前小時候 紅三魚就差不多是一種日常的食品 現在呢 紅三魚不算貴的 不過現在你想吃一條大條紅三魚 是非常非常的難的 是的 你會發覺那個貴法 是直接超通脹的 當然一條魚都貴了 但是有些是不成比例 無端端由便宜價魚變了貴價魚的 另外很簡單 就是潮州打籃吃大眼雞都是 就是你吃那些 那些什麼 買有曹白筍殼那些都不再說了 但是其實大眼雞呢 我小時候吃的時候 都是一些很家常餐餐可以買下來吃的東西來的 但是現在呢 你會發覺就是 好日都私吃一次了 當然不用說過時過節才吃 你最好就不要在街上吃 你還要自己買來自己弄來吃 你可能一個多兩個星期才吃一次就算了 然後不夠錢的時候 吃黃花就算了 或者吃鯧魚就算了 就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 正正就是人類去過度佈留的結果 沒有的那你現在就 改吃這個沙巴龍躉 對了 那你沙巴龍躉就回到剛才講的問題 那些養的魚 要是要加抗生素 加那些鯨料 加激素那些東西 詳細我不講了 有行家告訴我 叫我吃了 但是我又不想在那裡 妖言惑眾 或者危言總聽 所以你自己想一下沙巴龍躉有什麼 但是我這一節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地球如果沒有人會怎麼樣? 哇地球沒有人就好很多了 真的 我換個問題 有人曾經問就是 就是地球人在地球拿這麼多東西 地球上面最理想的人口人數是多少 我就毫不猶疑 我是回答零的 OK 地球上面沒有人呢 其實對於整個世界好很多 就是這個地球很不幸感染了人類 對於這一種這樣的生物 就是如果你說在很多其他的天外文明那裡 如果沒有人類 只有其他這樣的生物在那裡 你不會發覺會有一種生物 可以突然之間去霸佔整個地球 什麼都拿 如取如跪 我們用回剛才那個邏輯去想這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它在整個自然環境裡面 它的生態 它在角色裡 是 那人在整個自然環境 自然環境我不是說人做雲的 在自然環境裡面 它有什麼角色在那裡呢 就是說如果以前你人的屍體死了 層歸層 土歸層 變成肥料 那都是一種價值來的 但是現在很多時候 就是講句難聽些 我們死了都不會益其他動物的嘛 就是你如果拿去西藏做天藏 都可以益一下那些鷹 現在我們死了都是燒了去 都不去減碳不止 連死去燒那一刻都要用一下地球的碳 都要有一下碳排放的嘛 就是所以這樣做沒有其他價值呢 就不是好看的 其實我們對地球整個生態 是沒有負責任何的 可以說是 但是如果再形異上的說 有智慧的生命 包括人類自己 對於整個宇宙的最大價值 可能就是它是有一個意識在那裡 它是有一個懂得自我發現的意識在那裡 自我去求證一些的意識在那裡 去證明這個宇宙是一個有生命的東西 就是你告訴別人 這個太陽是怎麼為之有生命的呢 就是我們這個人類的意識存在在那裡 令到這個生命本身是一種能夠 意識到自己有自我存在意識的一種生命 就是其實最大的意義就已經在那裡 但是不止人類的 其他有部份動物都有這個自我意識的 但是你不會在... 它們有自我意識一回事 但是你不會在一個忽忽啊 猴子啊 還有那些豬和狗那裡 發現一個蘇格拉底和阿里士多德在那裡 就是它不會寫下它的文獻 開它的課程來教其它的豬 我們去學一下這個幾何原本 這樣沒有這件事的 我又不敢講得那麼實話 是吧 是吧 如果有人... 拿一個這樣的判斷 不過不要緊啦 這個都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來的 就是說如果地球沒有了人類 地球不就變得美麗一些呢 這個肯定是啦 這個肯定是啦 所以大家就想想自己 做什麽價值 有什麽價值 現在不是問你對國家有什麽價值 不是問你自己對社會有什麽價值 你問我對地球 它能夠漂亮些 能夠綠色些 能夠舒適些 能夠和諧些 我們有些付出了什麽的努力呢 是 是 我們這次結束 我們下一節回來 就是科學回憶錄 神秘的夜第一節 2022神秘的夜跟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麽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 嗯? 話說 在幾個月之前 就是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機 到底發生什麽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隔壁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的 有多網民在這裏說 其實這女人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是 坐在那女人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做 shape shifter 的東西 那 紀圖你怎樣看 這件事呢 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麽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麽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ape shifter是真的話 就會不會 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ape 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些觀眾在看的 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扮演我們在做節目 但如果是這樣就很糟糕了 那麽有機會呢 那麽人呢 就會去追究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 你就追究我們的節目 那關鍵是 如果那些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那問題就解決了呢 沒錯 其實我和幾圖 就真的沒有合過 但正正呢 就是我想說的話 其實呢 就有人扮演我們兩個 那麽不要緊的 最緊要呢 就是用YouTube平台 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 那麽好了 今天神秘的東西就是這樣 之後呢 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